中国一带一路计划在受打击 日本经济新闻报道 斯里兰卡计划与日本和印度签署备忘录 共同开发斯里兰卡的可伦坡港 建设费用将由日本政府的政府开发援助部分支出 开发工程预计今年就会展开 根据报道 可伦坡港位于斯里兰卡的西部地区 海运量占斯里兰卡的九成之多 不过随着西南亚地区的经济快速成长 可伦坡港的处理能力也开始到达极限 加上中国拥有斯里兰卡另一大港 汉班托塔港99年的经营权 日本和印度深感威胁 才决定投入可伦坡港的扩建计划 牵制中国的一带一路 而斯里兰卡也在一带一路计划中 基欠中国超过80亿美元之后 决定向外求援 摆脱对中国的经济依赖 正在他的东西 ะ伦坡港的所有人 正在大家说 静有数小这种 没关系 静有数小吨